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因为爸爸六十岁生日 所以就煮这个正宗的台湾牛肉面 给我爹地吃就慶祝这个生日 昨天就去了759 阿帅屋那里就买了两包的台湾牛肉面 现在就会试下煮这个台湾牛肉面 这种就有两包的台湾牛肉面 现在就打开它给大家看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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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里面有什么 就有一包汤包 有包酸菜的物体 还有一个面饼 就是这三个东西 对了 由于这个汤包还有些冰 就用锅 加点水 现在要 加点水 就要开锅了 就要开锅了 就要煮好些水 就会让汤包融一融 现在就滚锅水了 就要开锅了 就要开锅了 就可以放这包汤包 就可以放这包汤包 让它可以 暖一暖 就 没说要浸多久 不过 看看它 多久 开始 融 雪 因为始终它都是 硬的 所以就要融一融 就要开锅了 现在煮了几分钟之后 这包汤包就应该 都可以的了 可以 我们就 先煮火 把汤包放上来 因为 稍后要煎开 现在很热 所以我就放开一边 就要把汤包浸 刚才浸过汤包 现在就会把水倒进去 去换新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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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再开火 现在就再开火 让它滚了 现在这个汤包就 换新的水 现在就可以 剪开它 这个汤包里面 这个汤包里面 就会有些汁 和牛肉在里面 现在就 将它 倒进锅里 等一等 先 好 现在这样 倒进去 现在就要等这锅汤 它们就可以 滚了 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加这个 面饼 我们搅拌一搅 要等它 腩了 再热一会 就可以了 现在就 盖一盖 盖上蓋子 等它煮沸 有空也要開一下蓋子 看看肉的味道 應該還沒得到 我覺得可以再煮一會 現在就蓋上蓋子 再大約焗多一分鐘 已經煮了 應該差不多了 開大一點火 現在開始煮沸 我調小火 開蓋子 然後就可以 把裡面的麵餅拆開 再加進去 慢慢來 現在就加了麵餅 應該是類似烏冬或者麵的台灣麵 然後就可以加大火 現在包裝就說煮兩分鐘就應該可以了 現在就把麵餅拆開 等它熱的時候 現在都差不多煮了兩分鐘了 差不多可以上碗了 OK的了 現在就關了火 現在就可以上碗了準備 好香味 這次為了我爸爸生日而煮的台灣牛肉麵 就完成了 聞起來也有好大股牛肉味 都好香的 如果大家想嘗嘗煮的話 就可以去759阿蒜屋買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片的話 就按LIKE和SHARE啦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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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